歡迎來到我們拜訪帕好戲 我們這一part話不多說啦 以往大家看節目 聽說啦 我們收視率 節目收視率最好的時候 就是有比賽的時候 然後我們收視率已經長期低迷了 不好意思 沒有啦 所以今天 就讓兩位強豪呢 淡水跟YOLO 來一個 搶五的隊伍 其實快打都已經第四季了 開始我覺得 比賽會慢慢的去辦一些 長盤的比賽會慢慢比較多 就是包含你看日本最近 有三打三的 還有TOMANGA他們其實一直都是辦 長期的比賽 然後美國也要開始辦三打三 因為一個遊戲其實到了第四年 其實那個新鮮感就差不多了 開始要透過賽制去做一些變化 比如說打搶五搶七 然後或者是打團體賽這種 其實我相信這個是 不管卡普空自己還是 還是各地的社群都開始在做這方面的嘗試 BAN角 這個 這個蠻硬的 這很硬你知道嗎 TOKITO一出來然後說我BAN你好鬼 那他怎麼辦 對我們今天也可以來玩BAN角 我如果BAN卡林會開誰 我開SAKURA我還有BURDY 他多角玩家啊 我會不怕我開LORA LORA我SAKURA可以打 你知道那個SAKURA被我打 LORA被我打得跟狗一樣 不然我BAN你卡林 你要被我好鬼還LORA 你兩隻都差不多亂七 開嘴開嘴 好啦那兩位就直接先就位吧 先就位先就位 好久沒打了 好久沒玩這個遊戲了是不是 從EBO JAPAN回來就沒玩了 反正沒比賽嘛 葉子剛剛講那個BAN角的方式啊 如果真的 真的成立了我覺得對快打的比賽 會是一種 就是像LO那樣子 一個人我先BAN這個然後你再BAN那個 你再BAN那個 沒有啦是看是BAN幾隻啦 因為目前美國那個是BAN角質 而比賽是團體賽嘛 所以我也不確定他的賽制 到底是一隊可以BAN幾隻 對所以也不清楚 而且BAN了之後是對手不能用 還是兩邊都不能用 我覺得兩邊都不能用比較可 他應該是對手不能用 沒有這對格樂遊戲來講比較難 去實現因為大部分的人 可能花時間練一隻到兩隻 就已經是盡本了 畢竟不是團體遊戲啦 不像直接戰隊 我又不是每次都遇到西門就BAN那三隻 之類的 糟糕人家退休還要拿 西門退休了嗎 他跟那個小葉葉一起退休了 回去養小孩了 對啊 現在都當實況主要去支持人家實況 我打字首席比賽也跟小葉葉一起 幹裡面就四個職業選手喔 三個職業選手 我覺得 淡水剛好也可以順便訂一下 原來這次1-9片也是輸給PUNK 喔對 這對決我覺得可能還是 好鬼會站上我們一點 喔 畢竟角色整體的性能來說 是算是很全能的 當然卡琳在這一季還算是一個不錯的小 還是很不錯 對阿 那問題是對方是好鬼 可是比你絕對是更更 可以說是最頂級的角色 不過雙方都是有高爆發的角色 然後機動性也算很好 那可是這一季好鬼比較怕的角色還是Birdy嗎 除了Birdy之外還有一個 主要來說 還是最大的問題還是Birdy 其他方面其實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想一下好了 因為以前打凱爾也不好打 但這一版的凱爾也是找到一個 很大一刀 找到削弱 甚至很多凱爾玩家 對這次1-9片凱爾幾乎消失了 因為沒辦法凱爾那個代言人沒來嘛 對 那個玩開了日本比賽 先跪一下 先跪一下 先蹲一下 那個最厲害的看來沒來 對 可是感覺場中逃鬼是比較難進去一點 其實場中就是比一些全角的利盒更差盒這樣 那其實我一直從以前來我都有一個 一個印象給我 就是一個我會一直有種感覺就是 好不可以其實這個角色 他什麼都很好 就是他拳腳不好 那我後來其實發現他 我說我指的拳腳不好的是 沒有一個可以去poke對方的拳腳 但後來我發現其實 其實是有的就是 但是是重攻擊發生比較慢 是他的戰術拳跟下術拳 這兩招其實是非常長 而且都打到都會造成crush counter 所以發生比較慢這樣 打中都會造成crush counter會加你的Vcage 所以其實也算是非常強勢 而且他的下術拳我覺得也是有點在半抽獎 就是先把手擺在那個 擺在那邊 擺在那邊等下來撞你 如果他剛好出中攻擊或輕攻擊就可以看 然後撞你就ㄎㄧㄤ對不對 對 應該蠻常看到的這一次比賽 蠻常看到的 對對對 那馬來西亞的川有趣 好川哥啊川哥 也打得蠻前面的 也蠻前面的 對我覺得十幾二十米喔 有啦他有上直播 我忘了是跟哪一個直播 對然後這版的豪鬼主要跟動 Season 3到Season 4的一個很大的跟動 就是這個卓樂 這個卓樂附的變很少啊 輕的跟中的-6 但是通常他前面會打一個東西 會推出一段距離來 所以那個-6基本上你是沒有辦法確保的 除非你有些很特殊又很快的突進技 那種另當別論 不然他這種就是基本上有點就是 不用確認就是站中角 就是不知道有沒有打到 反正是淡水一直在用 反正就轉輕博樂 輕卓樂就對了 輕卓樂沒打到的話 擋住是-6 不是-6你看看 有沒有這個距離你看 那-6卡林踢了一個下中角 算比較長的東西了 可能但是發生了6幅 但是問題就是距離還是不夠 OK 那真的是 所以就變成中距離他的差額 變成是一個很保險的東西 就是他即便沒有確認到差額 他那個輕的卓樂打出去之後 也是不會被缺反 對 因為有些觀眾可能會常常聽到大家說 啊好鬼很強很強 可是不知道他強在哪裡 對對對 像說你說Burdy 中距離全角很強 可以四路插合 但他如果只要一確認失敗 沒有確認到 他那個撞出去擋住就完了 就是缺反 對 那好鬼是如果你選擇最安全的方法 用輕左勒 用左勒取消 對 你不要說角落他會被缺反 你看 然後搶中的話 副6-7沒有辦法缺反 稍微推一點距離賽 對對對 哇 彈水這邊 對空小王子 先來個2比0 我好鬼殺傷力真的是很恐怖 這爆發力真的還是在啊 油氣煤氣都很恐怖 不過這個另外一題啊 就是大家比較關注的這個 目前是無職選手的TOKIDO 在這一次的比賽 跟去年的Eveo Champion 一樣都輸給了4位了 對 那個4位的簽名是真的是很厲害 而且有一次我有一天 我一天 在看Twitch的時候看到 那時候大概是早上而已 我看到 反正就是有人開台 然後看到 欸 破衛 我現在看到NOV 然後想說跟破衛打 結果我一看標題 你知道看到什麼嗎 搶100 對對對 我有印象 然後重點是最後 我沒有看完 那我看到中間是打到什麼80幾比90幾 哇靠 這個意思大概就是他們兩個 打了快20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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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簡單喔 那應該就是在NOV他們家 對 在那個 平和島 然後在平和島那邊 對對對 當房東真好 想打個搶100 隨便找一下 不是搶100 真的是我 就來家裡打 那搶100打一打中間 一定要休息 上廁所幹嘛 對啊一定要啦 累死人 可是搶100 100 比10 10幾 20幾就算了 8次級比90幾 很累 打200場欸 對 意志力的隊 哇 淡水 哇 逃鬼真的是 這條天應該是 喔選擇省器啊 給一個燈啊 喔這個白鬼 白鬼還是 還是強勢啊 現在被改掉的是 所以一插這個下來 這個敞完之後 變富二 就是 原本是震的 原本是震的 原本震的有點扯啊 那白鬼其實你們看到 通常比較常見的用法是 大概連段 他可以大量的運送 把別人很快的推進角落 或者是你在角落的時候 你可以出一個EX白鬼 你就可以逃出角落 而且EX白鬼往上飛的時候 有攻擊判定 有那個判定 有撞人的判定 很容易還是不小心就會撞到人 你只是想要跑 然後你就順便撞到人 這邊 剛剛好 perfect KO 哇 YOLO醒啦 0比3落後的情況之下 先拿一個perfect 個人是比較希望 可是這個我老實講很難啦 就是你玩卡琳要玩到像Punk那樣其實 其實我覺得卡琳這個角色 講真的我覺得最難的地方 就是在下中角的確認 其實他也是算是一個平均身體水準都算是中上的角色 但是問題他難就是難在 你有辦法執行下中角的確認 一點點段 這個是最難的 你有辦法執行這個東西 你才能體恤出卡琳這個角色的強 不然你說你只在那邊 撞個一下 那你就選個Birdy就好啦 Birdy手更長 好 好 翻回一層 1比3 避免被替光頭的危機 這裡兩個角色剛好都是寫少角色喔 這個節奏會稍微快一點 兩個這邊都寫少 然後爆發力又超強 所以基本上 一兩個攻防很容易 就會有人云就會死掉 尤其是帶角落 這很快又被王角落 我覺得那個前中手還是蠻強的啦 我這前中手其實我覺得也是有一個非常不合理的地方啊 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 就是大家簡單聊一下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啊 因為他這個前中拳啊 雖然 不是中段 但他這個東西是可以打解摔 然後打到之後 你可以帶一個中攻擊連段起始的東西 然後你 但我覺得你做-2 是合理 對 你不要說這個這麼慢 你還說要被-3被缺乏 我覺得是合理 但是問題是我覺得 擋到之後那個距離有點不合理 就是你擋到 會稍微被推斷嗎 就那個距離你沒有辦法去做打摔二折的 哦 所以就是變成說他即使用這個 按一下也沒差 他也不會被逆二折 你擋住了好鬼這個前中拳 你也不能把他怎樣 就是-2 好 角落 好 他淡水是故意有點拉開距離 看YOLO會不會跳 好 中角插合 我們用VT1的紅連拳 想對空 吃了一插 斬空 你看這個中角真的是非常強 就是-真的很強 他的Heatbox就是 不是說只有上面 他是 就這樣一面搶一條直線的Heatbox 對 他上下都打 都插合得到 重點是他發聲又快了 只是做五朋友而已 好這邊更亮一個燈 YOLO的資源還不錯 我覺得好鬼那個站中角強齁 然後再配上好鬼的走速齁 對齁 真的是 就是靈魂記 我講的他如果淡水懶多一點 他不想確認旋風角 他就出一個小卓樂 那小卓樂 打到 當然後面不能接東西 對 不像旋風角 那如果你小卓樂打到 你還是會倒地 那你倒地他就過來繼續跟你拆 就是你可以選擇風險比較小 但是還是一樣會有 可以繼續再摺跌波的東西 應該說在五代裡面 你的角色能不能把你的攻勢延續下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很重要的東西 好 夜更昇龍那邊要傷害 哇這樣ㄎㄧㄤ到 哇 這邊沒有暴V喔 我覺得其實剛剛可以暴了 剛剛可以暴了 剛剛我覺得先暴 拿一點血量優勢OK 因為其實 卡琳那邊已經快沒血了 對 你拿到血量優勢也是OK的 暴以不暴都是可以 好 三連勝然後斷掉之後呢 再拿一場很快的 現在幾比幾了 4比1了已經射了 對好鬼這邊4了喔 淡水 喔哇這個 這個前天有點厲害 現在分數大幅領先喔 像這種打殘盤 就是這樣子喔 可以打得比較大膽一點 壓力就在落後的這一方 好這個就缺帆 這個太近了阿 就缺帆 這個凹其實還不錯喔 哇差盒 剛剛講過這個 這個戰中拳 對 跟下中拳 這紀律性的暗下 都是 好鬼非常 中遠距離比較強勢的武器 因為他中攻擊跟 中攻擊就普遍 偏短一點 取消還可以爆V 這兩次脫爆 好鬼的前景也是很快 哇沒辦法對空喔 放摔 那不行 這要穿沒辦法穿 好 淡水的帶點 沒辦法 -6阿 這-6真的沒辦法 就是他 也是順便模擬血 嗯 對啊現在 而且現在白血又比較 判定又比較那個了一點 這邊卡琳有機會阿 角落阿被速點 速點一下喔 這個B版實際算是很好 嗯 把好鬼持續關角落 這個在Punk的對決裡面 就比較少看到 喔這邊缺反了 阿沒缺到 沒缺到 有點可惜阿 掌控 不敢解摔 這邊 Pick a Swope Pick a Swope 它還沒摔到動 阿朽 欸咬神 這邊淡水 就有點傷阿 液都嚼掉了 merged掉了 還要打出ica 看Yolo爸爸把 氣條優勢 奪算用 這邊 你看 推好遠 還是沒有辦法 你看這還是沒辦法 就是說這個 凕取 我覺得有被改 但是我覺得這個改槍那個東西 也是有免 有點討厭 他就真的還不用 改完這個東西真的還蠻強的 那無德的東西齁 這邊快暈了 凹一個 這個掌控丟太快了 下來被缺反 這邊快暈了有機會喔 站隨這邊看到怎麼做啦 好 卡琳這邊紅連拳的跟動 往後退不再會被缺反 對 往後退 顧得變傻了 好 2比4 躲掉了一個賽末點 有了 有了 他終成又在聊天室啦 這個還是真的沒辦法 就是給他推啊 -6 一個5折的-6 雖然 這邊是一個天狐 揮空喔 但是馬上補充 阿阿阿阿 這邊 要弄失敗的話要生死者啦 我解了 勇敢斷 勇敢解 這邊有機會喔 把角落 把卡琳往角落送了 雙方都要爆嗎 好爆 這邊兩邊都要爆取消 這邊好鬼一定要爆 因為他剛剛丟氣光的時候被卡琳拍到了 對 他如果不爆的話卡琳就用天狐穿他 OK 所以他要趕快爆把他的氣光硬直取消掉 對 不過被塞到角落 好 YOLO感覺 有稍微回來啦 好 然後這邊大蛇摸一下 對 卡琳當然就會 想辦法 就續盤的時候把好鬼塞角落是比較好 這邊可能有點失誤阿 前面可能不知道取消什麼沒出來 然後這邊持續用佐樂 佐樂去干擾 不然覺得這樣子有點犯規阿 就是對我剛剛講過 就是他這個中角就是不用確認什麼 你可以取消個佐樂 因為他基本上 多數是哪裡沒辦法的 好 看他聊天室洗一波完了 我就知道誰來了 好 這個後段還不錯阿 我把他角落往角落送 這邊加1 這邊 好 往後 恐年拳沒了 就換邊 兩格氣給下去 傷害還是一樣阿 還是爆發力還是打得出來 好 連桿兩盤喔 連桿兩盤喔 好 3比4 淡水這邊有點危險 繼續佐樂阿 嗯 嗯 這dash動畫真的 阿又是戰中角 然後這快到角落打到之後還可以接個下中角 下中角 對 如果不夠近的話 這邊可能死了 快死了齁 代PS中段 Perfect KO 好 來到了 第二次的冠軍點 第二次的冠軍點 對 強武 好 掌...掌控過頭了 這邊可能要被冠軍點 這邊壓制喔 這邊想要用白鬼跑出來 其實YOLO有意識到 不過那個空對空晚了一點 對 這邊又被查好了 這個 這個 站中角真的是 很強阿 喔 ㄎㄧㄥ到了 YOLO的機會 這邊推 推一下推一下 我不知道站得這邊有V喔 看一下怎麼爆 要不要確認 選擇用延遲的喔 他這邊不敢解摔啦 我給他摔完 摔完 摔完 這血量還可以 哇 這要推的時候 剛好被打到 生死者 這個 下中角吧 我可能想打對抗 這可能下中角吧 阿 這對空沒出來阿 這鳳凰拳對空啦 這血量鳳凰拳對空應該好一點 好 我們最後是 淡水5比3 恭喜淡水 欸 我們有 我們有跟你們說 輸了有懲罰嗎 有有 你有說 我不知道阿 有輸了有懲罰 贏了之後還在打有懲罰 贏了之後還在打有懲罰 然後拿上懲罰 有懲罰嗎 我不知道阿 我都忘記講了 不好意思阿 今天我們蘇芳就來一杯 有益身心健康的苦茶吧 不好意思我剛剛忘了講阿 是 你賺欸 你還在做那身體健康 謝謝 對啊欸 沒有 傻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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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把這杯喝了吧 喝了這杯再說吧 最後放了一個槍 好大杯喔 健康的健康 好臭喔 這是隔夜的阿 隔夜 你說去年放了現在 我以為是做做效果 不是做效果 你以為你統神 不是賣茶是不是 你以為統神是 沒有在跟你效果 你反應怎麼跟統神那麼像阿 沒那麼苦啦 你好像很愛做效果喔 剛好我們兩位主持人都對骨茶都比較OK的 我怕你把我們家具弄髒 我覺得你還是喝再喝一口就好了 好不好 不要吐出來阿 他感覺快吐 家具很貴阿 要吐你可以往左邊吐 對 吐在你的對手身上 我流了一點累了 流了一點累了 受不了 太浮誇了 那好像誇張阿 很苦好不好 這是跟我們之前喝的那個一模一樣 黃蓮粉 黃蓮粉 之前的骨茶就已經很苦了耶 這個比較細一點 不要漱口啦 好可惜喔 好啦這個 搶舞大家看看喔 所以 淡水這邊算是掌握住了這個 來一方面 剛好有幾波運氣不錯啦 有猜到 就像他可能他在立回上 剛好就是中角都被我打 他立回有一個新東西阿 就是那個中角新著樂 我現在也遇到這個東西 因為我 你上次跟我打的時候還沒有 我剛剛還有試著想說 中間可不可以用一二天虎穿 我還花了一顆去試了一下就不行 太困難了沒辦法吧 沒有沒辦法 那個三幅才有無敵 你那個很兩幅 兩幅就碰到了 你那兩幅就碰到了 所以不行 我剛好試著弄 因為剛剛那個是新東西 我不知道 而且如果我現在被凹到的話 對我來說也沒什麼事情 對啊 因為風險完全在他那邊 那個-6但是不好缺阿 我剛剛從頭到尾只有缺到一次 有一次太近的時候 對啊 那個真的是超近才可以 多隻東西差很多 那個蠻強的耶 對啊難怪這一季其實大家給好鬼的評價 好苦喔 再給我一罐水 再給我一罐水好不好 這一季大家給好鬼的評價還是很好 這麼好 有這個喔 讚 這個甜的啦可以啦 有這個那我再喝兩杯苦茶都可以啦 你媽的 我們還有一大杯在那 你說苦茶那邊還有啦 苦茶那邊還有 所以 因為我剛剛有再稍微提一下 就是這個對決 當然就是 想順便問一下 那個淡水有看到波威爾在現場打 波威爾嗎 對啊 我有看到他打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他台下打 因為他是這一次跟上一次都打贏 對 那其實就對戰內容來講 會感覺波威爾他打得非常的衝這樣子 他以前就這樣 沒有其實我覺得倩咪就是這樣 就是其實這一次Season4削弱的倩咪 但你會發現其實倩咪還是在做Season4在做的事情 他做的事情還是一樣 就除了角落拉得遠一點之外 但他平常就還是一樣做按一樣的鍵 然後做一樣的事情 還是一樣 只是變得比較難打暈人 因為他暈值幾乎都減少物資 對這有差 以前可能兩套連段然後把你帶角落你就要暈了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那個128牆裡面 其實KAMI大概也是6隻左右 所以還是很多 還是很多 所以 喝慢一點 好啦 我們今天槍武算進行的還蠻快的 所以我們今天講一下 廣告休息10分鐘了 大家最期待的這個 沒有我覺得可以再打個槍獅 你要下去打了是不是 好我們在廣告休息10分鐘之後呢 就是要來這個 我們那個可凡其實也在這個 休息室已經在等了 就是這個禮拜席卷實況界以及電玩界旋風的 還願之旅要來啦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